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弟弟 咱妹妹子还不回来呢 她到底是不是今天回来呀 哎呀 她给我打电话 应该快了吧 哎 弟弟 咱妹妹到底是不是今天回来呀 你没听过吧 她刚给我打的电话 应该在路上吧 别着急 哎 快回来快 哎呀 妹妹回来了 哥 哎 妹妹 你咋穿成这样的 妈 好 来来来 你看 先进窝吧 来 来 进窝吧 二哥 不是 妹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回来了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 你这是 我 你看你 问那么多干嘛呀 先让咱妹坐下来 来 来 把这包给我 来 妹 先喝点水 谢谢大哥 哎 妹 你这到底啥情况呀 赶紧告告我俩 是啊 到底是啥情况呀 大哥 二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你们也知道 前几年 我的公司 经营得还不错 赚了不少钱 可是 今年公司突然出现一点状况 我的资金跟不上 银行贷款那边 也还不了 所以 我只能把我的公司 和所有的店 全部都关了 啥 全部都关了 对 全关了 那可是一百多家连锁店啊 说关就关了 哎 就关了 那不是破产了吗 那不是破产了吗 对 矿产了 那 这次回来 你有啥打算呀 大哥 二哥 我这次回来呢 就是专门和您说这件事的 好 虽然我的公司 已经破产了 但是 我不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 我想 东山再起 从头再来 所以 我打算 问你们借点钱 啥意思 借钱 妹儿 不是二哥不借你钱 二哥呀 是真没钱 要是有钱的话 早娶媳妇的 也不至于现在还单身 今天 既然你开出了这个口 二哥也不能让你掉地上 这儿吧 二哥身上装了一百块钱 你先拿着用 就当二哥服贫了 大哥 那你就陪妹儿聊着 我还有点事 我想走了 你也别太计较 你二哥呢 就是那样的人 你也知道 这样 你先等会儿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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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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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宇 我这儿呢 有一张卡 你往里边存上一百万 老板 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你荣华的时候 留在你身边的 并非全是假事 当你困苦的时候 留在你身边的 一定是真人哪